台湾野球一个周天成 前进BW法国国外赛的最后一天 一路是杀进到了南弹的冠军赛 要对决的是日本的长山干太 也成为台湾在本节争冠的唯一希望 而泛开过去双方的六次交手 小千就拿下过了五胜 看起来相当有机会能够拿下胜利 只是没想到开场之后竟然意外陷入了苦战 前后拉掉的情况之下 终于是让台湾野哥先逮到的机会 先拿下关键的第四三分到手 也把压力交还给了对手 而且后面还有拿手的大对角攻击 终于是有了 我顺势的是张比数拉开 而且你以为他要继续的攻对角 没想到小天接下来立马改成了杀直线 我再下一城 所以台湾野哥周天成一上来 顺势的是以21比15 先抢下第一局 眼看小天也有机会能够顺利摘冠 但是没想到接下来第二局竟然出现了乱流 先是被对手打出一波11比6 而且休息回来之后又被长山干太打出了防守好球 我拉出一波7比0 所以小天相当可惜没有办法一鼓作气 结果是以8比21让出了第二局 还记得上一次小天打进到冠军赛已经是去年3月份 全英公开赛的事情了 所以这一次死对头桃田殷伤气赛 他当然不想要放过这样疯狂的大好机会 而果然进入到绝胜的第三局之后 小天就活力全开 我强势的直线杀球终于是又有了 让他一度收获有3分的领先优势 而只是没想到后面抓边线竟然出现了15 而且接下来防守两吨的手感 一路狂蟹竟然是始终追赶不上来 而且就连整个人飞扑出去 整个人趴在地上都还是救不了这一球 相当可惜 最终小天在先一局的情况之下 竟然是连丢丢两局 而最终就是以21比15 8比20 17比21 跟冠军擦射了过 而本届法国冠军赛最终 就是以鸭军作手